十三先生 您订的衣服和买的物件帮您送来了 需要帮您整理吗 好的 这些就放我一帽间吧 辛苦你了 让你忙活半天 也不能白忙活 这样吧 我刚才点了份外卖 估计两个人也吃不完 要不留下吃点 两个人外卖 十三先生这么直接的忙 吃饭是最好的接触机会 可不能错过了 好呀 那就打扰十三先生了 什么情况 是个人也看出来 我是在客气啊 算了 多个人而已 再说 点的百万套餐 也确实吃不掉 正好有个事情问你 我这几天正打算 给别墅添几个女仆和管家 你做服务行业的 估计有认识的人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推荐给我 女仆管家 十三先生这么会玩的吗 十三先生 您看我来当这个管家行吗 你来当管家 是的 我在服务行业 有七星级金牌管家称号 有国际认证证书 靠谱的很 一定不会让老板 不 一定不会让主人 您失望的 这个女人八面玲珑 聪明上等 正是管家 合适的人选 行 既然你当管家 那么接下来 帮我凑一个专业的 家政团队 具体人选 符合我的审美就行 月薪五十万 一年按十五个月算 你的月薪就按照一百万算 要是干得好 明年给你涨工资 多少 月薪一百万 别人年薪都给不到五十万 默默一定竭尽全力 打理好您的别墅 十三先生 因为您这次的点餐数额巨大 我们汉阁非常重视 所以特意派我们来进行现场制作 我们都是汉阁顶级厨师 将亲自为您打造这场盛宴 这是菜单 你想吃什么尽管点 菜倒是可以 不过你这喝的 咋没有好的酒呢 十三先生 这上面的酒 都是本店最高档的了 唯一一个 因为实在太贵 作为镇店之宝 没有写在菜单上 因为没人喝得起 哦 说来听听 什么酒 当年出自康帝庄园的酒 只发布了二十瓶 全世界的贵族都为之哄抢 由一瓶几经辗转 最后被汉阁 以三百万的价格收购 当作镇店之宝 才三百万 那就喝那个了 十三先生 你认真的吗 作为镇店之宝 它的价格会比收购的时候还要高 您真的 你在跟我谈钱 不不不 十三先生 是我付钱了 我这就联系店里 将酒给您送来 好了 你们开始准备吧 默默 你那边有好的人选了吗 主人 在网上找到一些七星金牌 家政美女 你看看 需要现在就联系吗 关若宇 这个名字顺眼 要了 给他打电话吧 你好 这里是云顶山别墅 我是云顶山别墅的管家 通过网站联系方式 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我想 哦 要找我过去理财吗 年薪多少 有前景吗 老板人品如何 若是好色之人 我是不会接受的 对了 我本人要一间单独的房间 要有专人伺候 毕竟我的学历 我打断你一下 我们只是招个女仆而已 什么 拜托 你看没看我的信息 我可是沃顿商学院毕业的 你让我过去当女仆 你开什么玩笑 这边月薪五十万 一年拿十五个月工资 这 这个薪资待遇是真的 没错 如果你觉得能接受 今晚八点 前来云顶山一号别墅面试 好 我一定准时到 一年七百多万啊 什么工作 现在有这个工资待遇 当女仆又如何 我骄傲 主人 一共找了九个 毫无意外都答应了 原本个个都是心高气傲的 结果一听年薪七八百万 一个个都恨不得立马飞过来 十三哥哥 小懒猫起床了吗 怕你今天太累了 点了个外卖 中午吃完饭再送你回去吧 听十三哥哥的 这么多菜啊 都坐下来吃吧 我们几个也吃不完 你忙活这么半天了 别拒紧了 让你做就做 来 这个酒一人一杯 十三先生 这酒一杯少数要几十万 我们喝不起 万一十三先生不高兴 你会让我们夜一智 到时候把我卖了还债吗 哈哈 放心喝吧 我请的 菜也吃了 酒也喝了 我就明说吧 我没时间做饭 你们做的也和我胃口 要不要考虑 做我的私人厨师 都说有钱人贼坏 在这里等着呢 这酒瞬间就不香了 工资就按照你们原来的十倍结算 怎么样 十倍 十三先生您没开玩笑 我们一年能拿五十万 十倍岂不是五百万 嗯 就这么说定了 愿意的话 一会结完账 你们回去交个差 晚上顺便买点菜回来 今天之后就做我的私人厨师吧 好嘞 十三先生 好了 吃完了 刷卡吧 先生 您这次一共消费四百八十万 需要我们帮您打个折吗 不需要 我还指望能多花点钱呢 丁 检测到您花费四百八十万 吃一顿午餐 奖励拉菲酒庄产权 国际通用百夫掌黑金卡一张 好家伙 有个系统就是好 一顿饭转回来给一座酒庄 过夜